每周三天到冠山慈禧医院洗肾的李先生 回忆起两年前已经截断两根脚趾头的右脚 却因为医师送他一双鞋而改变了 他说吴医师是讲 能不要下天是最好 他说先送你一个鞋子 他说你这样 你这个脚如果再流血下去 可能会废掉 我从来没看过 有这种医生跟我讲 会这么关心我 一双工作鞋传递的是一份关爱 工作时候穿雨鞋长期穿会很闷 穿的布鞋也很闷 其实会减少他穿的医院 我也是选了一双弄鞋 让病人觉得至少他前面鞋子 脚是可以被保护到 又不会整个脚都被闷到 糖尿病胜病变得病人 周边血管循环不好 他自己都是买一些胶带 把他的脚包起来 我们看了就是觉得这样子 对伤口的愈合不理想 真的蛮感染的 那时候这个钱一定要下去 医生给那个包血比较好用 所以说就一直穿 后来他的伤口也因为我们的关心 他自己又常常意识到 他那个伤口的问题 我们跟他建立的共识 他愿意配合我们对我们信任 慢慢他的伤口就愈合了 体贴病人的状况跟需求 医护细心呵护 再次证明爱与关怀是一铁良药 大约新闻 深山美志工陈慧芳 土华光 中午城台东报道